大家好,我是小颖 为何大蒜放在超市不发芽 买回家没几天就发芽了 原来门道多着呢 很多人认为 地里的蔬菜采摘后 就会失去生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它们只是休眠了 在合适的条件下 会再次发芽生长 最常见的就是土豆发芽了 在温暖渐光的条件下 土豆会发芽,发青 生成了一种叫龙葵素的毒素 不食后会中毒 轻则上吐下泄 重则危及生命 所以发芽的食物 一定要谨慎对待 不能盲目食用 对于防治食物发芽这件事 似乎超市更加在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土豆,红树 还是生姜,大蒜 在超市里多久都不会发芽 然而,当我们把食物买回家后 它们就开始疯狂生长了 比如大蒜 是炒菜经常用到的调料 买回家不到三天 就长出了一节绿色的小嫩芽 为什么会这样呢? 超市似乎也没有特殊处理呀 只是摆在货架上而已 我的一个朋友 是超市的仓储经理 请教了他才知道 原来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 里面的门道多着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一说 很多人都说 大蒜难保存 只要温度一升高 家里的大蒜就开始发芽了 发芽的大蒜变得干比 流失了水分和营养 口感也特别差 既然温度高 大蒜会发芽 那么不让大蒜发芽也很简单 就是低温保存了 可以大大延长大蒜的休眠期 比如,用专门的保鲜冷库 可以让大蒜放一年都很新鲜 不湿水 不干扁 不发芽 所以,我们一年四季 才能买到新鲜大蒜 如果是刚从地里采挖的新大蒜 放几天就会发芽了 而超市里的大蒜 一般会经过处理 比如浮照灭菌 灭菌后的大蒜不发霉 不腐烂 更不会发芽 另外,超市里的大蒜不发芽 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超市温度低 冰凉通风 二,人流量大 放在货架上的时间并不长 还没等到发芽就被买走了 三,喷洒特殊药水 有保鲜、防腐的作用 还能防止发芽 大蒜的休眠期 长达两至三个月 每年五月 新蒜上市 直到八月 都不容易发芽 休眠期过后 只要条件合适 大蒜就会迅速发芽 生长 消耗营养物质 变得干瘪 甚至腐烂 食用价值大大降低 那家里没有专业的农库 如何保存大蒜呢? 从蒜农那学到了几个小妙招 分享给大家 一,悬挂保存 买回家的大蒜 用透气的网兜装起来 挂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即可 在农村 刚收获的大蒜 会编成蒜辫子 挂在通风 闭光的地方 一年都不会坏 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二,加花椒保存 花椒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有杀菌防腐的作用 把大蒜放进保鲜袋里 加入一把花椒 密封后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即可 三,密封冷藏保存 把大蒜剥开 放进密封的玻璃瓶 然后进行冰箱冷藏 冰箱里温度低 而且不接触空气 就不容易发霉,长芽 鲜大蒜的五种做法 一,鲜蒜辣椒酱 材料 紫皮鲜蒜100克 小米辣100克 姜4小片 白酒两勺 盐两克 白糖五克 葱油170克 熟的黑芝麻两大勺 葱油 菜籽油两小碗 大葱一颗 姜一小块 花椒两小勺 做法 一,小锅中 放入葱段姜丝 还有花椒粒 中火翻炒至没有水分了 再倒入油 转小火慢熬 至葱变焦色了 光火亮凉即可 过滤出葱油 二,小米辣用辣椒剪成小段 姜片和去皮的蒜板 放入剁蒜器 都剁成小粒 三,一起放入大碗中 倒入刚才熬好的葱油 搅拌后 再加入调味料拌匀即可 四,做好的鲜蒜辣椒酱 装入无睡的干净玻璃瓶中 拧紧盖子 放冰箱冷藏 一周多都没问题 二,蒜蓉面包 做个蒜香面包 风味独特 柔软又厚弹 大蒜熟吃 依然有抑菌作用 排暖味又消食 材料 牛奶120克 淡奶油50克 酵母粉3克 高筋面粉300克 白糖20克 盐3克 馅料 紫皮鲜蒜250克 黄油50克 盐2克 做法 一,所有材料先用筷子搅成絮状 再用手和成面团 不须光滑 然后盖上盖子 放冰箱冷藏过夜 二,转天取出 轻轻将面团扯出一小块 就已经不轻易断掉 能拉出筋膜了 三,稍回温再揉一揉 然后整理好 继续盖上盖子 室温放置 让它发酵至两倍大 四,锅中放入黄油 小火融化后 倒入切碎的蒜粒 慢慢炒出蒜香味 再加入盐拌匀 五,发酵好的面团取出 擀开 卷起数次 压出气泡后 再滚圆醒10分钟 六,将大面团分成两个面剂子 取一个 擀成方形大薄片 七,上面铺满一层炒好的黄油蒜粒 然后轻轻卷起成卷 八,将面包卷放入烤盘中 中间滑搁一道 然后静置做第二次发酵 九,发酵到一倍大 再给表面刷上薄薄的一层全蛋液 十,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 170度 25分钟 烤备至表面金黄即可 三,蒜香烤虾 烤熟的蒜粒是甜丝丝的 绵软浓郁 没了一丁点的辛辣冲味 搭配虾肉的鲜美 好吃 鲜大蒜的五种做法 生吃熟吃皆有益 健健康康过夏天 材料 大虾十二只 大蒜两头 蚝油两勺 小米辣三个 做法 大虾洗净后 剪去虾须 然后用刀开伸背 用牙签将虾线挑出 二 再将开背的虾展开 用刀背轻轻剁一剁虾肉 让它铺平 三 整齐摆入铺了锡纸的烤盘上 头朝里 尾巴朝外 这样熟后更好看 四 剥皮后的大蒜 切成小粒 放入碗中 加蚝油拌匀 小米辣也切成小粒 五 在每一只展开的虾肉上 加一勺蚝油蒜粒 再撒几粒小米辣 六 将烤盘放入烤箱中 一百九十度七分钟 这大虾完全变色 香味四溢了即可 四 蒜香烤排骨 排骨快小 高温快速的烘烤 只出油而输 最多15分钟 有蒜香肉香味飘出即可 材料 类排十块 配料 大蒜一头 姜两片 葱一小段 盐一克 蚝油两大勺 白糖一勺 骨香粉一点点 做法 一 排骨用清水泡制 漂青 无血水 蒜切碎粒 葱切小段 将切片 二 将蒜碎放在排骨上 再加入盐 蚝油 白糖 五香粉 葱姜 拌匀 三 将沾有料汁蒜蓉的排骨 摆放在烤盘上 四 用空气炸锅200度 15分钟烤制 只能闻到肉香味 或者看到排骨滋滋出油 即可取出 五 蒜蓉 萝炬叶 萝炬叶超烫一下 锅点蒜蓉汁 比油麦菜 生菜什么的都好吃 脆绿又清脆 材料 两根萝炬的叶子 大蒜一头 蚝油三勺 芝麻油两勺 做法 一 萝炬叶子放入开水中 焯烫至变色 速烙到凉水中过凉后 再捞出挤干水分 二 锅中放芝麻油 热后倒入蒜泥 小火炒出蒜香味后 倒入蚝油 再加小半碗水 拌匀后关火 三 将超烫好的蚝炬叶 放在盘子中 再倒上做好的蒜蓉汁即可 您的每一个留言 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 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